還記得這個嗎? 你不要拿出來 這個太可怕 哎呀好可怕 半瓶上 這是19... 這應該是1986、1987年嗎? 天啊! 你說可怕 你的媽媽跟你媽媽那個年代 你說可怕可是你得了金鐘獎? 我們第一次主持有得到金鐘獎了 而且他是台大畢業 梁旅族台大畢業 那時候我拿到碩士回來 我們創下的第一個紀錄就是 學歷最高的主持人 你知道以前的主持人都是白嘉莉、崔台青年 你還要到那個影劇學校去找 去找 然後都要穿著禮服 我們是開創先例就是 你有學歷 然後呢你就可以 所以當以前做電視工作 是每個家人都非常非常反對 因為他覺得典疫人員 整個台灣的電視史上 我們創的最大的歷史就是 當我們當主持人的時候 所有的媽媽是對主持人開始改觀 所以我常常 我們兩個常常到那個衡陽街 有時候去坐公車啊 或者什麼地方 常常是被人這樣拍一下 我說那個是誰不知道 他說我們只是謝謝你 我很喜歡主持 我媽終於對主持有一點不良 所以現在看到有很多人去做主持 對不起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就是我們的白嘉莉 我們崔台青 我們的什麼高齡峰這種 年代夠久 都是唱歌或幹嘛 沒有主持人 因為演藝圈從來沒有這樣的風格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 最大的投寡 對就告訴你主持人 是可以有不同的學歷展現不一樣 改變了過去對於演藝圈的一種概念 TVS創開的時候第一個節目 叫做娛樂新聞 那時候高一平 他也是台大畢業的 我們兩個那時候大家都說 我們很瞎 那時候我們的娛樂新聞 是到處去訪問世界各國的 電影明星 以前也沒有人訪問啊 以前主持人不會去訪問電影明星 他們也不會邀請我們 我們又是第一次去訪問他們 電影就是開幕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訪問他們的明星嘛 那時候全世界各國都有明星 我們也是創的先例啊 對不對 然後呢你看我去訪問那個 Tom Cruise 訪問金努李維 然後訪問Black Pete 然後訪問到我最後都不想出去 我的製作人說 啊下面這邊有誰誰誰誰 你要不要出去 Dustin Hoffman 我說不想 然後呢 以前大家都覺得 訪問明星很棒對不對 我現在都不想去 然後那個誰 我們製作人就說 那請問柯大小姐 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人 你才會想去 我說 嗯 格達費吧 你訪問這麼多電影星有沒有最印象深刻 有啊 Tom Cruise很矮啊 我一站起來天哪怎麼這麼矮啊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Tom Cruise很矮 我168 他看起來我看他算號多高 真的 他大概167 168 OK 是不是跟你差不多就對了 對啊差不多 我一看我也很驚訝 頓時對他的崇拜 頓時少了非常的多 那你自己現在會不會後悔說 你看你以前訪問都是做大明星啊 然後就說 哦絕對後悔 絕對後悔 人生職雅選擇最大的失敗 哈哈哈哈 不如再去念博士 念的博士當什麼主持人呢 念的博士教書那麼多 還要去搞東搞西 還要當什麼立法委員 以前就好好一路 對啊 主持人到底就好 妳現在可能就是主持 建統地可以 對對對 之恩姐 不會啊不會 當年跟我同別 現在都看不到 我還活在這裡 搬不同跑道 我都搬不同跑道 可是以前是很棒的 以前真的我跟你說 真的 兩年訪問了58個國家 翻譯世界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哇好棒喔 好羡慕喔 以前跟新年嗎 你知道我昨天在找這些照片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你要從政 所以我就正式承認 這是人生職雅選擇的最大的失敗 我應該繼續待在 我應該繼續待在主持界的 你現在可能是金鐘獎跟 金鐘獎不是重點啦 金鐘獎都不是重點啦 重點就是你不用在這個地方一天到晚跟酸米 你不知道一天到晚搞什麼Face 你不會一天到晚還要去選舉 還要當總緣 對對對我可以繼續 做我的這個工作對不對 那就是拜化妝和拜準備 對對對搞不好因為這樣子知識瘋瘋搞不好把幹掉照片扛 哈哈哈哈